Hello,大家好,我是大脸猫猫姐,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图片的右侧或左侧显示有文本,您还可以添加链接到您商店中的页面的按钮通常,您可以使用InMajoristX带文本的图片分区来宣传产品或产品系列,或将网站流量引入博客页面,若要将带有文本的图片添加到主页,请执行以下操作,单击分区选项卡,单击在文本叠加的图片分区,在图片区域中,单击选择图片,然后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同步举列表中,选择希望图片显示在文本的右侧还是左侧,在标题字段中输入此分区的新标题,在文本字段中输入要在标头下方显示的文本,在BottenLabel按钮标签字段中,输入想要显示在按钮上的文本,在BottenLink按钮链接字段中,选择想要将按钮链接到的商店中的一个页面。 单击保存,在文本叠加的图片,您可以在主页上特别展示在自定义文本叠加的大图片。 在文本的图片分区包括以下设置。 图片选择要添加到分区的图片,图片对齐方式设置图片要在页面上显示的一侧。 布局设置分区的宽度,分区高度设置分区的高度,要防止裁剪图片,请选择适应图片。 根据图片的高度设置分区高度,文本大小设置文本的大小。 标题为分区添加标题,文本将文本添加到分区。 在文本叠加的图片分区会自动重命名为您提供的标题。 按钮标签向分区添加带文本标签的按钮。 按钮链接将您的按钮链接到另一个页面或网站。 将带文本的图片添加到主页在Shotify后台中。 转到在线商店大于模板。 查找默认模板。 然后单击自定义。 单击添加分区大于带文本的图片大于添加。 使用设置来对带文本叠加的图片分区进行自定义。 单击保存。 新闻通讯您可以在主页上添加新闻通讯注册。 这使您能够收集客户电子邮件地址以用于电子邮件营销活动。 您可以在Shotify博客上了解有关电子邮件营销的详细信息。 网站上的新闻通讯分区。 其中有一个可供客户输入电子邮件地址的字段以及一个订阅按钮。 向主页添加新闻通讯注册。 在Shotify后台中,转到在线商店大于模板。 查找默认模板。 然后单击自定义。 单击分区。 单击添加分区大于新闻通讯。 在标题字段中输入新闻通讯注册的标题。 默认标题是订阅我们的新闻通讯。 在子标题字段中输入新闻通讯注册的子标题。 单击保存。 视频您可以将YouTube视频添加到您的主页。 视频可以吸引客户并引起他们对您业务的兴趣。 提示。 您可以通过自定义内容部分将Vimeo视频添加到主页。 视频分区包括以下设置。 视频高度设置视频高度。 文本大小将文本添加到您的视频中。 如果您将视频样式设置为带播放按钮的图片。 在视频播放时,文本则会消失。 显示叠加在视频上添加一层颜色。 使文本更易于阅读。 如果您将视频样式设置为带播放按钮的图片。 则在视频播放时,叠加层会消失。 样式设置视频样式。 背景视频样式仅适用于台式电脑。 如果客户使用平板电脑或移动设备访问您的商店。 则始终会看到带播放按钮的图片样式。 标题为您的视频添加标题。 视频链接添加视频的YouTube URL。 封面图片为视频添加封面图片。 播放视频时会隐藏封面图片。 图片对齐方式对齐封面图片。 使最重要的部分始终可见。 将视频添加到您的主页。 在Shopify后台中,转到在线商店大于模板。 查找默认模板。 然后单击自定义。 单击添加分区大于视频。 通过设置来对您的视频分区进行自定义。 单击保存。 换灯片您可以将图片的换灯片添加到您的主页。 在换灯片分区中,您可以设置换灯片的高度。 添加文本和按钮,以及选择是否自动播放换灯片。 一家名为QRT的在线商店的主页。 上面有一张换灯片。 换灯片中显示台面上放着一个茶杯。 标题为手工制作。 副标题为由茶艺大师精心制作。 非工业机械生产。 要了解有关换灯片图片裁件和推荐图片尺寸的信息。 请参阅下面的指南。 创建换灯片。 在Shopify后台中,转到在线商店大鱼模板。 查找默认模板。 然后单击自定义。 单击分区。 单击换灯片。 从换灯片高度下拉菜单中设置换灯片的高度。 在Tax Size文本大小下拉菜单中设置标题和副标题的大小。 从文本对齐方式下拉菜单中设置文本在换灯片上的位置。 可选。 选中。 Show Overlay显示叠加。 图片叠加是图片与放置在图片上的任何文本之间的颜色层。 叠加有助于提高颜色对比度和文本可读性。 您可以在颜色设置中设置叠加的颜色和不透明度。 可选。 选中。 Auto Rotate Slides。 自动旋转换灯片与自动播放换灯片。 通过使用Change Slide Every换灯片更改时间间隔滑快来选择在每张换灯片上停留的时间。 若要添加图片换灯片,请执行以下步骤。 在内容区域中,单击添加图片换灯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